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第一單運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檢控的案件 在今年的6月12日 朱啟邦穿著印有光時的衣服 還戴著黃色口罩 上面印有五個英文字的簡石 這五個英文字就是五大訴求那一類東西 在石門港鐵站附近遊蕩 還隨身攜帶著一袋排斥物 在星期一9月16日就已經被定罪 還押到今天判刑 而朱啟邦本身也有和本案相似的案底 涉及以前的煽動罪 在去年11月 他在香港國際機場做過類似的行為 最終判囚只有三個月 今次總裁判官蘇惠德 今天下午判刑時指 被告朱啟邦出獄後 沒多久就密謀犯案 明顯不知悔改 公然挑戰法律 判囚14個月 他死心不惜利用軟對抗 煽動仇恨 隨著香港國安法 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後 社會秩序逐漸重回正貴 一群反中亂港分子 已經不敢明目張膽地作出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反而作出一些看起來 似是微不足道 對社會影響不大不小的行動 但實際上 這群人的一貫手法 是利用軟對抗的行為 奏望煽動市民 憎恨政府 重現2019年黑暴的情緒 就像今次朱啟邦這宗案件 當時朱啟邦穿T恤 印有江時的致仰 是想香港特別人證區 回到1997年前 由英國殖民管治的年代 即是意味煽動民眾支持他這個行為 和江時致仰所帶出來的訊息 另外他特意在6月12日 借2019年黑暴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特意穿上這件上衣 又希望其他人同意他的理念 令公眾記起2019年社會暴動 今次朱啟邦更加離譜 公然挑戰法律 不過隨著香港國安法 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後 舊有的反中亂港 已經是行不通的了 那麼我們看看 今年生效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他的煽動罪檢控 最高刑罰也增加到7至10年 而舊的煽動罪條例 該罪的最高刑罰 只入獄2至3年 朱啟邦營滿出獄後 隨即重犯同類型的罪行 他是很有預謀地做 今次的煽動行為 他在庭上表示 透過LINE 向T恤印刷店 印有光時的T恤 2024年3月 他去台灣旅行的時候拿貨 之後帶回來香港 又再故意在 6月12日 在大庭廣眾裏 穿著這件衣服 一次又一次 在公眾地方 公然煽動香港市民 對抗我們中央和特區政府 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 必須要判處重刑 嚴懲這些煽動他人的反中亂港分子 保護社會和公眾利益 即使反中亂港分子犯案 亦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要起阻嚇的作用 所以今次總裁判官蘇維德 重判朱啟邦已效由 監禁刑期14個月 對比上次3個月 足足重了4倍 隨著香港國安法 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後 國家安全得到有力的維護 社會秩序迅速恢復 市民的生活重回正軌 權利和自由得到更加好的保障 由這宗首次引用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提出的控告 而且重判起到阻嚇性的案例 但仍然有一些反中亂港的人士 依然死心不惜 不斷做一些軟對抗的行為 試圖挑起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憎恨 這些行為是絕對不容忽視 所以市民大眾必須保持警惕 防備盜佔 以免被破壞分子有機可乘 破壞香港的安定繁榮 好 今日的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 感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天璣和大約上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拜拜